今天要拍的是好吃系列第3集 那我今天準備的是這些水果 今天準備的有木瓜、巴勒 還有番茄跟蓮霧 還有檸檬跟蒜頭 醬油 前面聽起來是蠻正常的 但是為什麼要準備蒜頭還有醬油 這聽起來就不好吃啊 可是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文章是說 這兩個 蓮霧跟番茄加醬油 蒜頭醬油會很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試吃看看 到底有沒有很好吃 這個你文章去哪邊找來 我覺得你是看整人節目吧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說不定也有看到說 楊桃也加醬油 楊桃加醬油 對 然後這個是加檸檬 那我先切一下檸檬 可以要求退出嗎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陪我體驗一下 再怎麼樣都要拖一個人來幫我 體驗一下到底好不好吃 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整人節目嘛 不會說不定等一下會很好吃 現擠檸檬一下 檸檬味好香喔 超香的 這樣應該夠了 這是原汁檸檬 好了 那我們要先來試吃嗎 還有醬油 還有醬油 醬油怎麼加 加在蒜頭醬油裡面 他們說 這樣會很好吃 那你今天應該準備那個叫什麼 水餃 三層肉 對啊 順便準備一下三層肉跟水餃啊 當晚餐是嗎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吃一下 第一個吃法是什麼 先吃淡的好了 不然等一下這個味道太重就會吃不出來 會不會 好像也都不淡 這個是 很強烈的酸 這個是很鹹的鹹 好 那我們先吃這邊好了 從這邊吃過去嗎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先吃木瓜 你先試好了 你先試 可惡沒有害到有沒有 不過我覺得啦 前面這兩個看起來沒什麼問題啊 都是水果的組合 應該沒問題吧 對沒有問題 酸酸甜甜的 對就酸酸甜甜而已 我覺得這前面吃應該沒問題 木瓜 對 檸檬 沾檸檬 對 不知道這樣用意是什麼欸 沾多一點 好 一開始會比較酸 後來就不會 好像有點大塊 呵呵 就一般般 是不是 沒有檸檬味 對就沒有特別的 還是不是這樣吃 但是他們說是這樣沾著吃啊 應該是這樣吃 我覺得是那個木瓜味道比較重 已經把檸檬味道蓋過去了 完全不會酸 那我們再來吃芭樂 芭樂我已經把它只挖掉了 吃吃看 真沾檸檬 感覺有點大塊 沒問題嗎 沒問題 就生酸 然後芭樂味這樣而已 好啦 那我先以身試毒好了 我決定來沾一下醬油 直接先沾喔 沾醬油 沾這個醬油看看好了 意外的好吃嗎 不難吃欸 真的喔 等等你吃吃看 鹹的喔 對你沾看看 沾多一點 沒味道啦 我沒騙你 可以沾多一點 不要 一定被人陷害 是不是都巴了味 嗯 剛剛有點怪怪的 這個蒜頭味不夠重啦 我再吃一口 我沾多一點好了 不要說我沾太少 我沾多一點 呵呵呵 改天來沾芭樂味好了 真的還是巴了味喔 應該說沒有入味啦 嗯 只沾一點點而已 就要醃過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還好 沒有到好吃 但是也沒有到很難吃 反正還醃得下去就對了 總比上次那個什麼特調的 很奇怪的東西 再來是番茄 它就是沾醬油了 我大概已經可以知道它的結果了 它的結果是甜甜鹹鹹 跟巴就差不多了 對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特別喜歡這樣沾 你去哪邊看的文章啊 我很好奇 網路看的都有 網路上都有寫 應該就是像西瓜沾鹽巴 嗯 鳳梨沾鹽巴的意思一樣 稍微提味一下吧 這還蠻特殊的吃法欸 嗯 以前老人家都會這樣吃欸 我阿嬤他們都會這樣吃欸 羊桃沾糖 羊桃沾鹽巴才對吧 沾糖吧 沾鹽巴還是沾糖 忘記了 我是看過阿嬤吃過 羊桃沾酸梅粉 都有都有 酸梅粉百搭 對 就是這個百搭 對啊 你沒準備酸梅粉 那一般般啊 想說這個比較特別 總不可能說全部 我覺得你用喝的好了 用喝的 不要吧 這個含量過高 我還特地在裡面酸了很久欸 給它泡一下 因為我怕說這樣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要有實驗家的精神 用喝的 神經病喔 用喝的 這樣夠有誠意了吧 算夠多了吧 好鹹喔 沒有到很難吃啦 但是我覺得這味道也是蠻不搭 一開始吃下去就是醬油的味道 然後一咬下去之後 完全就是番茄的味道 已經感覺不到醬油的味道了 對 就甜甜的會蓋過去 但是你要說好吃 我真的覺得還是 還不習慣 還是吃原本的味道比較好吃啊 對對對 換蓮霧 蓮霧就會吸一點湯汁了 哇哇 夠鹹 肯定夠鹹 這個一定很鹹 如何 有點怪 真的是想要三層肉的感覺 看了表情就知道 這一定不好吃 我選一個小塊一點好了 稍微算一下 整個就變色了 而且我這上面還有沾有蒜片 這應該味道很重 但是後面不難吃耶 吃到後面是甜甜鹹鹹的 我覺得這個蓮霧加這個比較好吃 可能醬夠多 我覺得吃起來感覺都差不多啦 就是你一含下去那個瞬間 確實很明顯感受到那個醬油味 可是你咬下去之後 那個水果味道比較重啊 加上它裡面的味道都出來之後 就是水果的味道 吃到裡面一點的話 已經感受不到醬油的味道了 那你覺得這個真的有如網路上說的好吃嗎 是我們吃不太習慣 還是這樣原味就好 對啊 我覺得還是沾什麼 酸梅粉比較適合啦 但是你這個用意好像不太單純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整人節目吧 沒有沒有是真的 整人節目是芥末耶 欸我說實在我覺得 我的女朋友整個已經覺得夠煩了 沒想到 裸凱的老婆大姐的事件 不是不是 這是真的有人這樣子傳的 我不管我今天一定要拖某個人下水 我覺得觀眾也看不下去 好好好 去把他帶來 對一定要那個人來吃吃看 看看他到底覺得如何 好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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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是這太 太多水果了吧 給你多一點 這真的不酸 我沒有騙你 欸 我蠻怕酸的 你們不要這樣欺負我好不好 你蠻怕酸的喔 對 嘿嘿 不是我還在剪片你們不要欺負我 等一下我沒辦法拍片 你蠻怕酸的是不是 呵呵 聽說羅卡很怕酸喔 呵呵 我可以沾少一點啊 什麼東西沾什麼東西 木瓜跟巴勒沾檸檬汁 這感覺很噁心欸 這聽起來還好 這兩個聽起來都是水果類啊 可是會很酸啊 不會很酸啊 真的沒有騙你 不會很酸 因為這兩個算蠻甜的 喔 會覺得更好吃 這眼 我覺得有酸 沒有 真的沒有酸 一下口的時候啊 欸 我覺得有酸 一下口的時候是真的有酸 巴勒 喔 巴勒也有酸 那你覺得好不好吃 嗯 第一口酸會進來之後 很酸 然後接下來就 就整個都恢復到巴勒的味道 對啊 就那瞬間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沒有到很難吃啊 但是 那你覺得有好吃嗎 也沒有 也沒有 我是覺得前面這兩項還可以 其實巴勒加梅粉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組合 就是鹹鹹的這樣 我必須老實說 為什麼沾梅粉這麼好吃 因為它的梅粉是加工過 裡面有放糖 所以根本就不是梅子的問題 你只要沾糖的話就很好吃 任何東西都一樣啊 有點酸 是有那麼酸嗎 是有多怕酸 我再吃一次 我覺得前面這個很好吃啊 這個木瓜還蠻甜的 它的甜味可以壓過了 我蘸多一點好了 很瘋狂 是有那麼酸嗎 有 我覺得有 你口進去的時候那個 檸檬味是會整個擴散出來的 因為你一開始沒有咬巴勒啊 它沒有咬巴勒 它那個檸檬味就整個就先出來了 馬上咬到舌頭 吃下去之後我想到有另外一半 怎樣 酸酸甜甜的 呵呵呵 再來 番茄加醬油 番茄加醬油是什麼特別的組合 這樣子 太少了吧 他應該有整顆耶 對啊 太少了啦 這個感覺我覺得 像在吃水餃沾醬油 然後再一邊配這個 番茄 番茄的感覺 因為它的味道實在是 就跟水餃啦 白斬肉是和在一起 吃到這個味道就會想到那個東西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是 這個一咬下去之後 醬油的味道馬上就不見了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蠻噴出來的 對啊 被水果的味道壓過去了 連露 所以還好 連露沾這個應該也蠻特別的 沾多一點啦 對 沾多一點啦 要有誠意一點嘛 這樣子很多了吧 整個都是耶 要吸一下 要吸一下 這是 羅卡的老婆大人準備的愛心 我覺得沒有比較好吃啊 網路上是這樣講耶 好啦 沒有比較好吃 但你覺得難吃嗎 嗯 吃不至於到難吃 因為這個味道實在是蠻熟悉的 這個就真的很像在吃水餃 我一邊吃水餃 然後一邊配水果那種感覺 好 檸檬比較不行 因為檸檬是在第一口進去 喔喔喔 那種感覺好酸喔 蛤 是嗎 我覺得檸檬它反而比較好吃 因為都是水果類啊 然後是酸的 甜的 這樣很搭 但是這個鹹的 鹹的搭啊 水果 很奇怪 是蠻怪的 但是就熟悉的味道 就人家吃這個自助飯 我們不是會夾一大堆嗎 然後就會左吃一點 右吃一點那種感覺 然後嘴巴沾了 混了很多味道 之後這也不知道在吃什麼東西 不過我覺得大家還是乖乖吃就好啦 好啦 已經讓羅卡士吃過了 這些高檔的材料 對 還是大家有吃過 歡迎在下方跟我們留言一下 說不定他們認為這個很好吃啊 平常都這樣吃 我覺得應該很少吧 比較不會有人這樣切水果 然後特別還準備那個沾醬來沾 所以今天好吃系列 不好吃 失敗 對 不習慣 對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歡迎大家幫我留言 訂閱 按讚 掰掰 掰掰